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行情要怎么来看 好的 这么说好了 家里还是有猫的 还是有大人 所以我常说过 对行情要属于自己的看法 见解真的很重要 我常说过 不管你是做多也好 不管你是做空也好 我常说过一句话 叫做市场永远是对的 市场它要往哪边走 我们只能跟随它的屁股后面 我们没有办法去改变趋势 我们真的没有办法改变趋势 任何一个人都没有办法改变趋势 为什么 因为那是整体的一个方向的一个结构 所以行情还是要属于自己的见解 见解真的是最重要 市场永远是对的 但是我发现有一个人 一直在认为他是对的 而是在跟市场作对 但是没关系 我要跟大家论述一下 为什么市场永远是对的 昨天拉上去 你可以搁我们的空单 我们是不是认为市场是对的 我们空单可以拉回来 但是如果市场更大力量产生的时候 请问一下你会不会认错 我跟你讲 这些人不会认错的 这些人不会认错 一定要错到一塌糊涂的时候 才会被检讨 那我们就等着瞧好了 到底是谁的力量大 我不知道 这样我是不是神 我没有办法预知 但是我要告诉你趋势的方向 到底在哪边 如果可以的话 想要请导播帮我上几档 几个股市的一个日内走势图 我们看一下香港恒生 香港恒生跌了3.63% 跌了7百 12.98% 还在跑 好 这是恒生指数 来 我们看一下K棒的排列 你没有发现 破底了 市场的力量就是这样 刚刚斯芬有提到 IMF是不是调降了整个全球的一个GDP 那三立财经台在一点的时候 也帮大家准备了两张的手卡 也就是说 他在说话的时候 你要洗脑 他觉得景气好的时候 变了起来 他觉得景气不好的时候 他就抬下来 所以市场的力量 不是某一个人可以抗衡的 了解 所以这是香港 来 我们再看第二个 我们隔壁的韩国 韩国嘛对不对 周子余嘛 这不是很红吗对不对 好 韩国跌了2.34% 来 我们看一下他K棒 原本也很强了 请问一下今天有没有破底 一样破底 好 那我们再看一下 旁边 跟他旁边一点点 日本 那我们看一下日内走势 跌了3.71% 那我们再看一下他的K棒的排列 请问一下有没有破底 一样破底 所以我要表达的意思是什么 不是说人家破底 我们台湾就一定要跟着破底 我不是这个意思 我不是个死多头 我也不是死空头 你千万不要以为是这个样子 我只是要告诉大家 市场永远是对的 如果假设我们互盘的机制 是因为非理性的状况 非经济因素造成股票市场波动 你要互盘我没有意见 但是目前看起来并不是非经济因素 而是真的是经济因素 请问一下那你这样互是对的吗 而且你要拉到4月15号 反正这一段我们的钱 我们的钱 因为一个人的个人意志 可以搞成这样 已经搞了四年多了 还要继续这样搞下去 我真的觉得很奇怪 真的很奇怪 选票都已经换掉了 可不可以这个也换掉算了 会不会被停牌 应该不会对 我真的是在论述一个 市场永远是对的一个理论基础 我真的觉得你就放手吧 好不好 该跌跌到够便宜的时候 你知道现在大家的眼睛在盯什么 你知道吗 顶富邦金 再顶国泰金 你才会被刺激的 我要跳一跳以为买了 你不知道 请问一下你互在那个地方 有什么意义 有什么意义 你告诉我 没有意义 了解没有 所以我的意思是说 自由市场就让它自然的跌 跌够深的时候 自然而然就有人跳进来 就是这样 好 那讲完之后 怎样好是 市场永远是对的 来我们看一下 给你看一下盘面的结构 来 昨天不是大家欢天喜地 画那个张灯节彩 五龙五湿的吗 有没有发现 上柜指数跌了3.03% 今天 昨天跟你讲股票了 今天都没有跟你讲股票 都可以讲指数 上去又赚多少 跌了又赚多少 没有人敢跟你讲股票 为什么 因为都掉下来了 又掉下来了 或者是说 我们昨天最高点把它补掉了 又怎样了 你觉得这样的讲法是对的吗 那根本就是在表演 你知道吗 我觉得头股界真的是很可恶的地方 就是这样 搞成都跟演艺事业一样 每个人上台都是在表演 可不可以讲一些真实的东西 你知道吗 真实的东西就是趋势的东西 就是一个宏观的东西 而不是每天空最高补最低 那个真的不是重点 重点是我们对行情 要属于自己的看法 OK吗 好 那就是说拉回来 江老师你这样讲完之后 那是不是就开始偏空思考了 没有啦 不要三八好不好 家里有大人啊 那一只猫 我们也是要尊重一下 为什么 还是震荡高手盘 还是震荡高手盘 还是操作难度很高的行情 还是人工盘 还是天敌盘 还是顺势盘中的逆势走法 也就是说节奏很重要 要么快进快出 要么速度变慢 请你记得 中错的时候不要太悲观 然后大涨的时候也不要太乐观 只是我必须要告诉大家 行情的一个规划 是这个样子 来我们看一下大盘的一个日内走势图 那个K棒的排列 就是胶原指数很明显的 建奥老师之前有跟你说过 之前就是在一个7900到7700 去做区间震荡 对不对 结果就在那一瞬间 收完盘的时候跌破7700 这到底是怎么看的 所以我跟大家讲 今天晚上真的很关键 建奥老师今天晚上很关键 我们没有开盘了 为什么今天晚上很关键 我要告诉大家是什么 今天晚上的美股很关键 如果美股今天晚上的美股 跟今天的雅谷一样烙赛 我跟你说明天又掉下去了 我跟大家讲 10只猫来都没有用 100只猫来也没有用 趋势的力量 趋势就像一列高速行驶的火车 任何人挡在前面 一点好处都没有 好 这时候来 江老师 问题是人家有跳出来澄清 那个什么 国安技术 那个吴丹姐有说嘛 我们吃大精英 我没有到货 肥威 当然没有到货 你知道为什么吗 我论述给你看 为什么没有到货 因为你咬头有太多 你也知道没有到货 来 我给你看一下 这是法益部落格 我们必须要引用人家的东西 必须要讲 这是法益部落格 他每一天都有帮大家去统计 来 红色的线 就是加权指数的一个趋势 所以它很明显的 在下跌的过程当中 这个柱状图 就是八大光谷行库 也就是我们俗称的四大基金 你又没有发现 八大光谷行库 只要下跌的过程当中 就拼命买 你是要买多少吗 买到无天无地的 你知道吗 我让我们知道 那是什么形容词 20亿也买 30亿也买 10亿也买 40亿 50亿 60亿也在买 我问大家的问题 你自己给它平均一下 如果假设没有拉到8100点 你告诉我 没有拉到这个中间值 它要倒给谁 倒给鬼 为什么 因为都套牢了 都套住了 所以套住了 请问一下它会到货吗 当然不会到货 我跟大家讲 这些都是四大基金 拨给投信去操盘的 你知道这些投信基金的一个经理人 有没有一个绩效的压力 当然有 它要不要生存 你想一件事情 不要紧 因为你护盘 所以你把那个基金 搞到赔钱没关系 它会这样跟你讲吗 你太多了解吗 所以我的看法是这样 很多事情是我们还是贴着盘面 简单是没有要批评任何人 因为我一个人的力量 我是小小咖的分析师 我只是一直要论述一件事情 让市场自由吧 正所税已经让市场 不自由那么久了 你可不可以就放手一下吧 该涨就让它涨 该跌就让它跌 就这么简单 简单老师呼吁的就是这件事情 而不是说你一定要让它涨 或是一定要让它跌 简单老师不会因为我手边的部位 去呼吁 那个不是重点 重点是你让它自由吧 让自由市场去呼吸 否则这样没有亮下去 你请问一下 你到底在呼什么意思的 我真的看不懂 我完全看不懂 这样了解 好 讲完这个东西之后 完了之后 来我们看一下今天的一个当冲 来 今天的当冲 请问一下今天你当冲OK吗 如果不OK的话 你是不是要该打屁股 你知道为什么吗 来 我让你看一下 多空加上的点位 我昨天是不是直接了当告诉大家 对不对 最后几秒钟的时候告诉大家 直接公布就是7804 来 我们来看一下 今天的一个期货的日内走势图 我们来看一下今天当冲 如果你今天当冲冲不顺的话 那表示什么 你想想这样 真的一点都不差 要想死人 最关键就是7804 那简单老师有教你嘛 站上去你可以偏多嘛 掉下你可以偏空 结果在往下掉的过程当中 你拼命接多单 你觉得这样是对的吗 很明显7804都没有过 我还没有跟你讲是谁控盘 今天是空方控盘 所以你看 7804你给它追多 我倒退越差 这是一月份的一个台子期 来 我们看一下 二月份的台子期 最高点是7770 最低点是7592 有看到吗 百倍点 今天一月份是130点左右 二月份是180点左右 如果假设你看错方向 不设提损加码贪平凹单流畅 你告诉我 你有多少的金山银山可以贵 你告诉我 你了解吗 所以这就是我跟你提醒的 市场永远是对的 你不要以为猫 可以帮你护盘 护到9000点 了解没有 没有那一回事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今天的一个工具的一个看法 有看到吗 难到不行的难 空方控盘 这是一月份的合约 空方控盘 那你觉得要做多来做空 好 大户的力道一点点 散户没有参考价值 有看到吗 沿路下来的过程当中 散户一直做多 然后空方控盘 那我们来看一下 二月份的一个图 一样空方控盘的时间多 大户都在做空 然后散户都在做多 不管是一月份跟二月份 散户全部都在做多 我不知道为什么要做多 今天大跌了一两百点 结果你拼命做多 你告诉我这样是对的吗 江老师那你怎么做 很简单 江老师今天就是做 二月份的合约 我让你看一下 江老师做了哪一个动作 看完之后你真的会觉得 运用正确的方法 还是蛮简单的 不要想那么多 你就是想想这个 江老师是做二月份的一个合约 很明显的是一个空方控盘 然后完了之后是一个 大户做空 是一个散户在做多 所以江老师做什么动作 很简单 我跟你报告一下 江老师在这个地方 七千七百一十二点放空 很简单 七七一二放空 完了之后 在七千六百六十五点加空 加空 完了之后是不是在拉拉扯扯 所以江老师选择了七千六百八十八点 先平掉一层 也就是说先把一层的资金平掉 完了之后 掉下来的时候 在七千六百零五点把它平仓 今天就以仗上 就是实现的获利就是八十三点 当然我们后面还有一个单子还没有平掉 是获利的一个状况 那个部分我们就先不交代 我们就交代今天获利的状况 就这样 你也没有发现你的老师说 7712要空 7605要空 逆价差那么多 逆价差一百多点 这样空好吗 你还没有发现 你就是想太多了 我当然知道二月份的逆价差很大 我知道 问题是空方空盘 大户在做空 散户在做多 你要不要出手空单 你还是要出手空单 这就是江老师厉害的地方 江老师教导我们的学员就是这样 我没有三头六倍 江老师没有三头六倍 我只是告诉你贴着盘面 就这么简单 不是猫儿每天都会赢 猫儿不会每天都赢 了解 所以怎么操作 怎么不顺的 江老师跟你分享 今天晚上的美股真的很重要 很关键 所以机会来了 机会来了 要不要把握 跟你分享一句话 来 30岁前要知道的一个职场成功学 人生的成功与失败 在很大的程度上 是取决于对机会 能否把握 如果假设这一次的行情 你看 控盘的 互盘的互得很厉害 要杀盘的也是杀得很厉害 那你觉得 如果继续横在这个地方 往上往下的一个区间 会不会很大 会吧 机会来了 你要不要把握 你决定了 了解没有 所以江老师把这个行情 就解到这个地方 不过要跟你分享一个 昨天我带着四分 赌场 去赌场赌博 对不对 好了 江老师 你为什么要带着我们 去赌场赌博 这很奇怪 这样不行 好了 江老师跟你分享一下 为什么要这样子做好不好 其实江老师有一个 很重要的一个目的 要跟大家分享 来 这是 期货赛局 这是江老师从南部 从南部上来台北的 第一个电视节目 叫做期货赛局 你知道为什么要开 这个期货赛局的 一个节目吗 其实江老师就写了 一个节目的使命 听起来你可能会觉得 很清高 但是这是真的 江老师的使命 为什么 因为江老师要帮助那些 愿意被我帮助的人 在金融市场上建立正确的 投资理财的观念 进而能够在金融市场上 能够稳定的获利 这也就是说 你有没有发现 30分钟的节目 你很少看到江老师 跟你臭屁绩效 上去800 下来2000 晚了又几万几千点 全市场都是他人 你很少看到江老师 在臭屁绩效 对不对 上瘾我也是跟你讲 很久很久 在两个月才跟你讲一次 为什么会这样 因为赚赔不是重要的 因为赚赔一点都不重要 重要的是 背后的观念 跟背后的逻辑 所以你想知道吗 来我跟你分享 这是江老师的一个使命 所以肚子饿没 四分你肚子饿了没有 应该肚子饿了 我们去 不要减少鸡 天堂老师 你是嘻笑 你知道为什么 要跟大家分享一个观念 在金融市场上 不要减少鸡 我知道 现在的一个就业环境 其实对很多的一个上班族 其实好像不怎么样的友善 因为其实薪水都不高 很多的小资男女也好 或者是我们的就是一些 年纪比较大的 会想要说透过投资跟交易赚到钱 很多人说 如果假设我不做股票跟期货 那我不如去开一个咖啡店 或者是开一个减少鸡 或者是卖一个大丼高原城 是不是很多人都这样想 那我们来告诉你一件事情好不好 如果假设有机会 我们可以在金融市场上 不要减少鸡 我们不一定要到实体的市场 去去卖减少鸡 我们看一下大电视 我们就好好的把这件事情做好 那这么说好了 我们减少鸡不是年 我们就以年报酬 我们在讲年报酬 一年我们赚30%的存益率 应该够吧 对不对 一年30%的存益率 30%金融市场 不要减少鸡 好 那这时候来了 江老师 那你跟我讲这个问题是 要怎么卖 要不要去批货 要不要去租房子 不用 不用 为什么 因为只要透过期货跟股票就可以了 好 那重点来了 你要准备好 你准备好了没有 健安老师准备好了 为什么 来 我跟你分享 总共有很多个东西 你必须要在从事 交易前对话该思考的东西 健安老师已经准备好了 你准备好了没有 来 跟你分享 我慢慢讲 来 从事交易前该思考的事情 有好多项 第一件事情 真的可以靠交易为生吗 第二件事情 学习交易前一定要经过几次的破展经验才学得会吗 第二个 学习交易的门槛高吗 第三个 从交易市场上赚得一桶金 到底简不简单 完了之后 进赌场 赌钱难道一定要输到脱裤子吗 没有人规定 完了之后 投资跟投机有什么差别 投资者跟交易员到底有什么差别 完了之后 交易要成功 靠的是期望值而不是单单只考虑胜率 很多人每天都在追求那个准不准 这个老师不准不想看 那个老师不准不想看 这个老师天天赢天天准好想看 我跟你讲 你根本错了 这叫期望值 完了之后 成功的交易期 成功交易策略的基础是什么 完了之后 如何运用几率思考 完了之后 成功的财富累积 除了运气以外 还有时间 最后面还有五个单元 不告诉你 靠老师你很讨厌 都不跟人家全部讲完 对不对 因为靠老师已经准备好了 你准备好了没有 所有的影片 靠老师已经录制完 总共有16部影片 目的就是要告诉大家 怎么样在期货市场 在金融市场慢 减少 也就是说稳定的获利 稳定的获利 才是我要教你的 所以想知道 对不对 靠老师 你是不是在卡一桶电位 不是的 不要紧张 为什么 因为明天才要告诉你 怎么取得 我只是告诉你说 江老师真的很用心 即使今天我们期货 赚了八十几点的价差 我们也不会跟你讲说 江老师好厉害 好臭屁 不是 我只是要告诉你 观念很重要 所以明天 这些小资男女 也进出的影片很重要 你明天的节目 你明天的节目 你明天睡觉 睡觉不快 明天的电视 你还睡觉 不好意思 你就不知道那个影片 DVD要去哪里拿了 了解 所以明天很重要 所以最后还是一句话 当你怎么操作 怎么不顺的 我的看法还是这样 好好运用正确的方法 方法不对 就请你推厂观望 好不好 推厂观望 总是可以的 好好的运用 天然的最好 简单的最好 把K棒的颜色准备好 再把操作周期固定 你知道为什么会笑吗 因为我找不到 那个PowerPoint在哪边 没关系 等一下过我刚好时间 静下心来想一下 江老师讲的 到底有没有道理 对 好 这在今天行情的部分 不过今天看到 这个指数是大跌的 所以就从来没有来观察 包括在全资股 也是往下掉 所以今天 外资的动向 建安哥 应该是卖的 而且卖的还不少 对 你会发现一件事情 现在越来越大跌 但是为什么外资卖不多 来我们看一下 卖79亿 你会觉得好少 对不对 你也想一件事情 什么意思 你又没有发现 现在台股的流动性 出现的问题 你知道吗 三大法人 他不怕涨也不怕跌 他只怕流动性 也就是说 我外资要卖的时候 马上一卖就跌了两三百点 完了之后 量一点点 七八百亿 你要叫他卖给鬼 没有人要完了 你知道吗 我在呼吁什么 那一只手 我求你好不好 让这个市场 让他呼吸一下 如果你不让他呼吸 真的会死光光 全部的人都会死光光 没有人可以幸存的 了解没有 所以很明显 你以为外资只卖了79亿 是他很想卖 是没有人要接 没有量 三大法人总共卖了113亿 所以 算了我不想讲 再讲下去的话 可能我会被贴标签 以后我就黑掉了 我不能冒着生命为剪黑掉 好 来 期货的一个部分 来 还是继续要户 进多单一万六 完全没有参考价值 我认为还是黑手的一个单子 所以这个部分 我们就中心看单 我认为这不是外资的一个单子 外资不会先货买多 结果 外资先货卖空 然后再期货做多 不可能的 来 期货的部分 两万多口的进多单 两万多口的进多单 所以加上价钱 还是一样 没有超过六万口 所以就中心看单 那普货的部分 零零九三 仍然是没有方向性 没有方向性 来 散户多空的力道 好啦 总算有把它平掉了 对不对 不要再惊了啦 真的惊下去 我真的觉得一点意义都没有 我真的觉得是这样 好 你就让它呼吸吧 好不好 向老师 你今天真的讲得很气氛 我是真的讲得很气氛 因为那是我们的钱 那是真的全部都是我们的钱 不管是四大基金的钱 也好 或者是国安基金的钱 都是我们人民的钱 不能这样子花 我倒是觉得 可以拨一些预算 教育我们的那个什么 那个投资朋友 顺势交易 你这样就可以保护到他了 你干嘛这样互盘互给他 互盗到最后 最后每个人都在逆势 真的好危险 来 加权指数 K棒的颜色 仍然是蓝色的K棒 没有改变 不过现在因为家里有大人 所以他还是一个区间震荡 他还是一个区间震荡 除非他跌破区间的下缘 或者是涨破区间的上缘 所以第二阶段 建老师就把大盘的日线级K棒 跟你做交代 对 好 至于在这个悬谷部分呢 今天又开始出现一些 轮动的迹象 今天又去长那些 天气很冷的这种概念股 然后呢又去长一些 反正就是之前没有长的 今天又再长出来 所以现在来说 悬谷加一个 不是说看哪个什么长 就追什么 对 是不是还是要看一下 K棒的颜色 是的 真的 K棒的颜色是衣龟 昨天长 我们看一下6176的 蓝色 真的是蓝色蓝色蓝色 有看到吗 昨天累涨停板 你知道吗 结果你真的追在涨停板 你知道今天 倒退路的11% 你知道吗 趋势的力量 永远不会改变的 我要表达意思 不是要告诉你说 今天我给你唱 所以说你做 你三八 你会躺着 不是这样 不是这样 我只是要提醒你 趋势 趋势为大 趋势 我一直要提醒大家 趋势还是最大的 你看蓝K棒 你在这个地方 忽多悟空有比较好吗 没有啊 你就一路的往下坐 不就好了吗 3131的红色 你就一路的往下坐 不就好了吗 2474的课程 你就一路的往下坐 不就好了吗 6269的台郡 你就一路的往下坐 不就好了吗 4979的一个滑星光 你就一路的往下坐 不就好了吗 3234的一个光环 不就是这样 我说的嘛 我怎么讲不就是这样 只是你不愿意相信 你一直都不愿意相信 蓝K棒的力量 我跟大家讲 如果真的跌破巨坚之后 趋势真的会很明显 机会真的来了 你要不要把握 你决定 30岁前要知道的职场成功学 这本书写得很好 人生的成功与失败 在很大的程度 是取决于对机会 能否把握 你明明知道 有人在逆势而为 你明明知道 机会也快来了 你要不要把握 等一下广告的时间 静下心来 好好想一下 是不是应该运用 K棒的颜色 来帮助你判断 对 好 这次分享 这个在选谷部分 当然跟着航情分析 我们先休息一下 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一个三万六千平方公里的小岛 蕴藏着足以改变世界的力量 那是台湾人 有直播和乐观的握手 和乐观的握手 认真与逐梦的精神养分 让自排多元又富有创造力 开出片遗花的舞台 三立是台湾人的电视台 从本土杂的 人对台湾人对台湾打走 对世界开启一扇窗 三立秀台湾 下一根K棒怎么走 没有人知道 盘视应对 已不错不不错 已退为进 重新开始 全面量化专线 02 2506 6808 2506 6808 下一根K棒怎么走 没有人知道 盘视应对 已不错不不错 已退为进 重新开始 全面量化专线 02 2506 6808 2506 6808 打造你的城市竞争力 闻门站起来 眉腿做形再进化 流利铠甲新概念 三倍强做 环绕收纳 让你变身 免修片眉腿体力 全程通路优惠中 请商王收行 Molly Fist 玛丽菲斯 你今天吃了什么 你运动了吗 每天疯传的健康资讯 多到报 我眼耸听 真假难辨 到底哪一个才是对的 不要轻忽小问题 魔鬼藏在细节里 专业顾问团队 守护健康大小事 我是雅邦 发发健康友邦 让您健康恩次邦 周一到周五 每天晚上九点 三立财经台 三立新闻网 恐怖播出 下一根K棒怎么走 没有人知道 盘式应对 已不错不不错 已退为进 重新开始 全面量化专线 02-2506-6808 2506-6808 欢迎回来 今天要来说 做当冲怎么掌握 今天其实行情是开低走低 从开盘这一路的往下掉 那今天要怎么来掌握 这个波段的这个变动呢 赶快怎么时间交给贾安哥 好的 贾安老师教你怎么样做当冲 其实当冲很简单 你只要把K棒的颜色准备好 然后看懂价量关系就可以了 所以我们看一下 今天的一个台子期的 一个十分钟的K棒 来 所以台子期的十分钟的K棒 这是一月份的一个部分 开盘在这个位置 对不起 开盘在这个位置 我给他用白板笔 开盘在这个位置 收盘在这个位置 很明显的一月份的合约 空翻空盘 大户一点点的做多 散户都在做多 对不对 好 完了之后我们再看一下 二月份的合约 二月份的合约 很明显的也差不多 所以蓝色的K棒 完了之后 空翻空盘 大户做空 散户在做多 所以今天贾安老师是 操作二月份的 因为贾安老师是做波段的 所以贾安老师已经有 跟大家分享过了 我在这个地方 7712有做空一次 在这个地方 7665有做再加空一次 然后7688有平仓一口 然后7605有平仓一口 那尾盘的时候 贾安老师有再做一个 加空的一个动作 就是这样 所以为什么要这样子做 其实贾安老师没有三头六倍 我知道你看到的东西 好恐怖 腻价差一百多点 这样会不会被嘎到 你想的都是这个东西 你的心就是进不了 当你的心进不了的时候 我跟你讲 不管你是做股票也好 做期货也好 你完全赚不到钱 所以跟你分享这句话好不好 六祖慧能禅是说的 一切福田 不离方寸 从心而觅 感无不通 静下心来 想一下 建老师讲的真的很有道理 了解吗 重点来了 明天的一个关盘重点 今天晚上如果睡不着的话 好好的看一下美股 尤其是SMP500 SMP500真的很重要 它如果跌破低点 我跟你讲 100只猫来真的没有用 最重要的多空交账的点位 7600 X17点 明天8点45分之前 江老师会公布在盘中教学营 对 好 感谢收看 我们明天再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